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在竞争激烈,人才济济的社会,一个人想要在社会上立足,站稳脚跟,混得风生水起,不是靠一时的运气,更不是靠一张嘴巴就可以轻易做到的 你会发现,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不仅做事能力,行动力极强,更深安慰人处事之道,懂得人品的重要性,做人做事始终把品德放在第一位 一个人人品正,人心才会来靠近,待人接物人品好,众人会来尊敬,做起事来才会游刃有余,做什么都较容易成功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有这四个特征的男人,一定很有本事 能够成大气的人身上,往往有这四种特质,有一个也是好事,多忙,都要看看 一,他是做人,拥有好人品,方知人活在世上,钱财不是第一,名利不是第一,权势不是第一,人品才是第一位 做人做事,能赢得对方的信任,皆由一个人的人品来决定 你会发现,往往人品好,讲究诚信的人,更能赢得他人的信任,人品差,唯利是图,出尔反尔的人,只会招人烦 正所谓人品是底子,行为是面子,只有底子好,面子来应称,人生才有更多的可能 人品端正,讲究诚信,才能收获真情,言出必行,说话算话,方能得到信任 一个人活在 智商丢了钱没事,不要丢了骨气,不要丢了良心 一个人没了才没事,不要没了人品 有骨气,谁都不敢气,有品德,谁都不会气 人活一世,只有本本分分,脚踏实地做人做事,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 靠坑蒙拐骗的来的钱财花的,也不会心安,靠不择手段得来的利益,也不光明正大 要知道,人无千日好,花五百日红,低调是美德,人品最为重 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懂得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懂得无论是做人做事都不昧着良心 背地里害人,赚黑心钱,懂得再穷也不坑人,再难也不害人 懂得钱没了可以再挣,但人品毁了 就彻底地毁了,人活一世,人品最为重 它是你做人的根本,是你一辈子的名片 二,目光长远,不计较眼前得失 一个男人的未来出息与否,与他在生活中的很多习惯和面对生活的态度是脱不开关系的 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计较很多事情,你可以自私地不在意任何事情 这没关系,年龄和阅历可以帮你买单 你还有很多时间和未来去学会成长 可是如果你人到中年,然在斤斤计较 依然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冲动地去面对 那你这一辈子的结局也就清晰可见了 陈波年轻的时候是个很风光的男人 有才华,有学历,人也长得很不错 是一个很优质的男人 那个时候,他在事业上的义气风 阿和在感情里的得意 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人生赢家 未来的出息会无限大 可是岁月匆匆,时光荏苒 陈波到了中年 本应是一个很成功的男人了 可他却一副郁郁不得志 整日唠叨抱怨的模样 陈波身边的朋友都替他觉得可惜 可有的时候却又觉得这是必然的 年轻时的陈波既冲动又小气 总是斤斤计较 这样的人再有能力也很难有出息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必要有一个大的胸怀 格局要大 事业要广 心胸要阔 但凡一个男人 逢是斤斤计较 如何能成大气 心用在小处 不如用在大处 格局不大 如何成就大事 心大业才大 胸大 藏乾坤至大人上人 正所谓宰相度里能称传 男人就应该度量大 不计较眼前的得失 不在乎一时间的荣辱 很多时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宽容他人 就能赢得朋友 男人若是心胸狭隘 小肚鸡肠 不盯点小事 也往心里去 总盯着不放 喜欢和别人斤斤计较 从不懂得宽容 为了不起眼的事情 丢了度量 也丢了朋友 男人越是在乎 眼前这些 是是非非的小事 越容易把自己的时间 和精力都牵扯进去 根本无心思维 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付诸于行动 也只会越来越心胸狭隘 最终一辈子 也成不了什么大气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越舍得的人越有收获 越爱占便宜的人 不过是看 看中了眼前的利益 却忽视长远的利益 成大气者敢于寒冰掉血 不成大气者 小利小慧 小恩小慧接入了眼 一个男人 如果特爱占便宜 这个男人注定不会有出息 记得小时候期末考试 一收到成绩单 若发现成绩较好 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在小朋友面前炫耀 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 沾沾自喜 父亲看到了我洋洋得意的样子 就严肃地对我说 你这纯粹就是满罐子 不当钱罐子的 成绩也不算太好 值得这么高兴吗 满罐子不当钱罐子 当是我们当地农村的一句土话 用罐子里晃动的水来 比喻一个人坐井观天 骄傲自满 得意忘形的形象 真正厉害的人懂得下 高人谦卑 借助他人的力量成就自己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若能得到高人指点 贵人相助 继而组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 便能所向披靡 成就一番事业 汉末的刘备一心复兴汉事 从而到处招纳人才 当他得知了人称卧龙的诸葛亮后 便和关羽 张飞带着礼物到龙中卧龙港 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 前两次去 都恰逢诸葛亮不在家 关羽 张飞都很生气 但刘备还是坚持在去 第三次又恰逢诸葛亮在睡觉 刘备也没有急躁和恼怒 而是等诸葛亮醒来了 再行拜见 于是才有了桃源三结义的美名 才有了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辅佐刘备及蜀汉政权的历史 历史上似曾相识的一幕 还有城门力学的典故 北宋的杨时和好友游坐去请教老师成疑 恰逢老师正在睡觉 杨时和好友不忍打扰 就站在门外耐心等候 以至于等老师睡醒时 他们也成了雪人 后来杨时也成为了大学家 不管是三顾茅庐 还是城门力学 都不免让人感慨 谦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当一个人有了高人的指点 往往能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往往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成为赚得盆满钵满的弄潮 所以 真正厉害的人不会打肿脸充胖子 或者装腔做事 企图用看起来强大到 让对方无法拒绝的理由来 靠近自己想要接近的高人 而是懂得 靠谦卑去打动人 靠谦卑去撬动看起来 遥不可及的资源和力量 最终为我所用 性格稳重者 一定比性格浮躁者 更容易成就事业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 一个随时崩溃的人 在自己身边 如果一些小小的事情 就急躁地按耐不住 这样的人不足以堪称大任 不稳重的人 即便有机会 也只能充当坏事的角色 是不分大小 只要足够真诚 足够沉稳 能够处理妥当 并能从容不迫地 面对一切人生的强敌 从古至今流传这样一句话 神贤寂静 至身永尘 此八字是干大事的本领 心神安详 既不浮躁 拥有深刻的智慧 和刚毅的勇气 这是做大事所具备的主要能力 在天道之中 丁元英设计了一个杀富济贫的套路 想从林雨峰的乐胜公司化缘 于是用一个注册资金 只有百十来万的扶贫式公司 颠覆了一个行业的龙头品牌 当丁元英夺去了林雨峰的饭碗时 林雨峰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幕 林雨峰从朋友那里拿来一把枪 直接开车到古城找到丁元英 当丁元英打开门的时候 枪便顶在了丁元英的脑门上面 不管是谁 遇到这副景象的时候 大概会吓得魂飞魄散 但是丁元英却没有恐惧或者惊慌 林雨峰有一点疑惑地说 我看你不像怕死的样子 而丁元英淡淡地说 生老病死 有谁因为怕就躲过去了 当一个威胁生命的事情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这一份危险足以让狠 多人恐惧地站不住脚 但是一个人能够在这种状态下 还沉稳地跟对方说 生老病死 不会因为怕就躲过去的时候 这种沉稳的性格和魄力 才是真正做大事的基础 人生宠辱不惊 取留无意 当自己遇到大的问题时 也不要过度惊慌 当自己遇到得意的时候 更不要得意忘形 这才符合了沉稳的特质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体验 熬夜加班时会烦躁不堪 除了差错会伤心自责 一人独处会孤独寂寞 但是您知道吗 坏情绪不是你对世界的反击 而是你的心灵生病了 争吵 烦躁 愤怒 这些常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坏情绪 也许会让你的寿命大大缩短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 是所有的疾病 最怕的就这一个字 癌症 高血压 糖尿病 最怕这一个字 孝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曾经在一次讲座上分享过 孝氏对抗癌症 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秘密武器 他认为 心理对健康至关重要 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 有时候病人等了我两个小时 才见到我 我还没来得及给他开药处方 他就已经觉得病情好了很多 因为他感到有人在关心他 关爱他 无独有偶的是 中国工程院的另一位院士 程淑君院士 也表达过一样的观点 另外 他认为一个人越生气 那么癌细胞就越高兴 情绪变化对癌症宿主 也就是患者的寿命 有着重要的影响 两位院士强力推荐 孝的作用真的那么强大吗 看看事实如何 孝氏免费的防癌处方 在上个世纪初 美国医院就推出了 针对癌症患者的欢笑疗法 医生会给住院的患者 请来一些小丑 为他们表演滑稽可笑的 节目让患者可以开怀大笑 通过小丑欢笑疗法治疗的患者 不仅性格会变得开朗 治疗效果也会显著提高 2020年 美国哈佛大学学者 对7万名女性 进行了8年的随访调查 发现经常笑口常开 乐观的女性 死于心脏病 癌症以及促重的风险 比其他人要低得多 反之 长期心情不好的人群 很可能会加重诱发 新的癌症发生 近年来 专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 癌症患者的发病机制 不少研究直接指出 癌症是一种情绪病 爱生气的人是 癌症高发人群 癌细胞本来是体内的正常细胞 但是由于一些原因 而诱发了突变 这些正常细胞在突变之后 开始不听组织安排 肆意生长略 和体内的营养物质 逐渐形成肿瘤 成书娟院士认为 人体是癌细胞的宿主 情绪是宿主因素的一部分 当一个长期处于恶劣的心境下 会对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危害 长期闷闷不乐 会促进癌细胞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 肿瘤细胞发展需要20至30年 在这段时间里叫癌前病变 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群 如果保持好的心态 饮食平衡等良好习惯 癌细胞发展起来的几率 就会大大降低 除了癌症之外 肖对于高血压治疗而言 也有很好的辅助效果 肖室天然降压药 日本研究人员曾做过一项研究 研究发现 高血压患者在看一些喜剧 搞笑综艺时 体内器官的血流量会增加 血液循环也会得到改善 并且看一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时 患者在24小时内就发生了血管扩张 脑供血增加 血压降低的效果 可以说笑就是天然的降压药 无论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紧张的情绪都会在某个时候 不知不觉间便将我们牢牢地抓住 他才不会管我们是跪还是贱 只要到时候了 他便会像一条蛇一样 悄悄地缠绕上来 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就已经被他紧紧地包裹住 难以动弹 然后紧张会一点一点地侵袭过来 慢慢地从表面到身体内部 逐渐地吞噬了我们的心灵 消磨掉我们的斗志 最终毁掉我们的精神 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 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精神紧张会牵动整个身体 做出相应反应 人类沟通经 神和生理反应的神经中枢 位于大脑内的指挥中心之一 以下丘脑 下丘脑根据大脑皮层的意图发出指令 调动脑垂体和肾上线通过激素来调节基本的生理功能 包括血压 心跳 体温 睡眠 饥渴和能量代谢 在人类社会 持续的紧张状态 使人体随时处于自身激素和高代谢状态的包围之中 有些本该偶然出现的化学成分 如代谢产生的过氧化物 对身体本身也会造成威胁 对现代人来说 学会在紧张造成任何损害之前 就加以防范才是最重要的 而笑是缓解紧张的有效方法 哈佛大学的哈特博士和查尔斯博士对笑做了如下的定义 像是一种缓解紧张 进入一种美妙状态的客观存在 但这种笑必须是出自自然的 是一种最真的笑 怎样的笑才是最真的呢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医生 通过调查发现 人类大约有18种笑 其中有一种是最真的 那就是忍俊不禁的捧腹大笑 这种大笑 无论是对于笑者 还是对于他人 都会收到一种奇妙的效果 出自真心的笑 人的心情才最放松 人体整个神经系统 才会从紧张状态下解放出来 人在这种状态下 才是最美的 平时我们的大脑总在胡思乱想 可以说是万念纷飞 很少有无念的时候 只有在这种真心的笑的状态下 大脑处于一片思维的空白 使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 每当咧嘴大笑的时候 下颚很自然的下移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其实这是使身提放 松的关键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专家威廉弗里说 人在放生大笑时 肺、心脏、背部及躯干都能迅速得到锻炼 胳膊和腿部肌肉将受到刺激 等于效果 之后人的血压下降 心率变慢 肌肉紧张减轻 因而使人处于放松状态 近几年 美国的一些医院 普遍推广五分钟效疗法 就是要求病人 每天至少要笑五分钟 其理论根据实效能刺激大脑 产生一种激素 可引起体内内肺态的释放 而这种内肺态 是一种能减轻人体关节痛的 天然麻醉剂 在印度 已兴起了150家欢笑诊所 他们都是倡导自然疗法 以清除精神紧张为基本目标 当今社会 以经济为背景的竞争加剧 人 人们的心理压力过大 精神紧张是社会发展 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的必然产物 我们确信 效事缓解精神紧张的有效方法 欢畅的笑声 愉悦的心情 能够驱散精神的种种紧张 使人烦恼还童 为了健康 不妨多笑笑 俗话说 人生不过三万天 何人不怀喜与忧 活在世上 痛苦也是一天 微笑也是一天 与其痛苦 何如微笑 有人说心中苦 笑不出来 却不曾想谁人没有烦恼忧愁 哪个没经历过挫折与不顺呢 试探那些长寿之人 都是胸怀宽广 且笑口常开 为什么一定要微笑呢 因为微笑有大好处 自1948年起 世界精神卫生组织 把每年的舞 月八日定为世界微笑日 通过微笑 促进人类身心健康 传递愉悦与友善 增进社会和谐 微笑是无声的问候 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 经常微笑的人 自信 亲切又大方 不仅充满魅力 且对身体健康大有弊益 微笑能让人更健康 民间有很多艳遇 如笑一笑时年少 愁一愁白了头 生气催人老 笑笑便年少 笑口常开 青春常在等等 可见 情绪乐观 笑颜常住 笑口常开 这是我们维持健康 不可缺少的条件 一则现代医学的研究 微笑可以引起 体内有关媒的增加 这种信息反馈到大脑时 所产生的效果 和服用一种较好的阵痛剂 所产生效果 是相同的 同时 微笑还能放松绷紧的肌肉 这种疗法特别适用于紧张性头痛 而这种头痛 往往是由于背部 肩部和脖子处的肌肉时间 在绷紧状态造成的 德国研究人员发现 大笑10至15分钟 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 使人心跳加速 燃烧一定能量的卡路里 所以 大笑是保持身材苗条的最好方法 让微笑进入你的腹部和身体的其他部分 这是一种改变你的情绪的身体状况的最快 最经济的办法 现代生理学研究证明 笑是一种独特的运动方式 对肌体来说是最好的体操 笑实际上就是呼吸器官 胸腔 腹部 内脏 肌肉等器官 做适当的协调运动 笑对呼吸系统有良好作用 它能使 被扩张 在笑声中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 清理呼吸通道 使呼吸通畅 效能 增强消化液的分泌和加强消化器官的活力 笑能 消除神经和精神上的紧张 调节人们的心理活动 消愁解烦 振奋精神 扬起生活的风帆 笑能 调节植物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促进血液循环 笑能 使面部颜色由于血液循环加速而变得红润 效能 增强机体活动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 起到某药物不能起到的作用 愉快的心情可影响内分泌的变化 使肾上腺分泌增加 使血糖增高 碳水化合物代谢加速 新陈代谢旺盛 因此能促进身体健康 马克思曾说过 一种美好的心情抵食副良药更能 解除心理上的疲惫和痛楚 在生活中 有人如鱼得水 有人寸步难行 黄志中曾说 在我们的生命中 绝大多数的纠结与困惑 愤怒与失落 根源都来自我们 怎么与别人说话 有时候 一句恰到好处的话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因为这个时代 不仅始于颜值 也忠于颜值 人到中年 你的嘴就是你的风水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 是多说这五句话 贵人不请自来 蔡康永曾说 你越会说话 别人就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 别人越喜欢 而你 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 你会越快乐 你是越听越高兴 越高兴就越困惑 你也想拥有一流的口才句 结识一流的朋友 可是怎么说 就能说的人心花怒放 鬼谷子全篇中曾说 与智者言依于博 与卓者言依于变 与变者言依已要 与贵者言依于事 与负者言依于高 与贫者言依于利 与见者言依于谦 与勇者言依于感 与过者言依于锐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与聪明人谈话 要以知识渊博为原则 与笨人说话 要表现出强势善变 有理有据的一面 与能言善变的人谈话 你只需要闭嘴 让他说个够 与地位高贵的人谈话 要及时奉承 给足他们面子 与富人谈话 多聊一些除了钱以外的高雅话题 跟穷人说话 多谈利益和地位 卑微的人谈话 要尊重他们 做到谦卑恭敬 与勇敢的人谈话 直截了当 就是论事 与上进心强的人谈话 要多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以锐意进取为原则 这段金玉两眼是不是把你听猛了 既深奥又难以实践 说白了 就是教你做一个高情商 会说话的人 我们不妨深入浅出 记住下面五句话 你也可以轻松赢得贵人心 拥有好人缘 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 如果你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 就一件事情询问你的想法和看法 这说明什么 他非常尊重你 你的建议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你在他心目中 更是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时的你一定会尽其所能去帮助他 因为每个人的内心 都在寻求他人的肯定和认可 如果你能给朋友这份尊敬和认可 无疑你就走进他的心里 当他愿意接纳你的时候 他的财情智慧 他的资源财富 只要他愿意 都会慷慨地拿来和你分享 你真的很聪明 这种表示赞美的话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每个人也都渴望别人能看到自己的长处 并被赏识 赞美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赞美要具体 比如你看见同事今天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气 你可以说你今天穿的这套西装配上 你这款深色的领带 显得你更加的高挑帅气 还有一点就是背后 赞美比当面赞美 更让人体会到你的真诚 我们部门有一个女孩子叫小卢 能力挺强的 但是平时总爱跟领导唱反调 有一次小卢出去办事 回来刚好听见领导在跟另外一个同事谈论到他 领导说小卢很聪明 工作能力很强 工作也认真负责 我挺欣赏他的 小卢听完领导的赞美 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因为他平时总是不配合领导的工作 经过这件事以后 小卢在后来的工作中都积极地配合领导 工作也非常顺利 所以说懂得夸赞别人是一种做人的美德 真正聪明的人都喜欢说赞美他人的话 人缘也会越来越好 我相信你这种表示肯定和鼓励的话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人与人之间交往 首先要肯定对方 信任对方 如果老是否认对方 那么很容易打击对方的自信心 也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你这句话表达了对对方的一种信赖 这是一种肯定 也是一种鼓励 我们部门的领导接了一个项目 但是他把这个项目交给了小卢 小卢开始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个项目的 但是领导非常鼓励他 领导说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的 这句话让小卢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性 自己是被重视的 因此小卢更加努力工作 用自己最专业的业务能力 最后小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真正聪明的人都善于把他的请求提出后告诉对方 我像 相信你 这是一种肯定 也是一种鼓励 让对方更加有信心 这样的人人缘也会越来越好 帮助别人是不能够越洁的 不能够代替别人去奋斗 比方说 你遇到一个乞丐 就给了他一百块钱 结果乞丐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就天天跟着你 你觉得乞丐很可怜 于是乎每天都给乞丐一百块钱 万一你哪一天没有给乞丐一百块钱 或者拒绝了给钱 乞丐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与人交往 要学会互帮互助 但不能一帮到底 俗话说 师父引入门 修行在个人 你只是帮助别人渡过难关 而不能够帮助别人 一步一步走向辉煌 与人相处 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别做锦上添花 他的事情 斑斑都会渐渐不经 学习别人的某一个方面 而不是照单全收 有的人五花八门的事情 都想要去学一学 把身边的人的长处 都要为我所用 结果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导致自己迷失了方向 还是一事无成 做人要谦卑 多向别人请教 但是你不能够照搬照抄 不能够把所有人都当成自己的老师 你要知道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不适合自己的都是多余的 你想要在某一个行业做大做强 你就和该行业里的朋友多交往 和那些愿意拉你一把的人多交往 有的朋友虽然有优势 但是对你没有帮助 你就要慢慢疏远 或者当成普通朋友 而不是学习的对象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管和谁在一起 都要有戒备心 遇到歹毒的人固然可恨 但是遇到面善心狠的人 就更可恨了 有的人一脸横肉 一看就不是好人 这样的人容易防备 有的人一脸微笑 总是说好话 但是内心非常歹毒 这样的人很难防备 人与人交往的时候 你应该看到别人的心 不仅仅是看别人的脸 不仅仅是听别人的话 交友要慎重 万一交错了朋友 别人坑害了你 还把你带坏了 不管对方是谁 都要有戒备心 对别人的言行 要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当对方知根知底的情况下 才能够与别人坦诚相待 当然 你在防备别人的时候 不能够态度恶劣 也不能够打击别人 而是暗中防备 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 会察言观色 在人的天性中 都有各自的尊严需要去维护 生活中有一种现象 就是你说的话越多 就越容易暴露出你的个人缺点 同时还会影响别人的情绪 要知道 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 也有各自的底线需要去维护 当你说话的语气不够友好 甚至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的话 就会造成别人心理上的不舒服 而这种行为无异于是给自己招来麻烦了 在以前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同他很受别人的欢迎 清晰地记得有次有两位同事 他们之间发生了矛盾 他却选择了上前制止 跟两者之间都进行了沟通 后来他们就没有吵了 而我从那个时 后期对他的敬佩更深坦白说 一个在人群中受欢迎的人 首先他得有过人的情商 以及说话能力 正是他懂得照顾别人 去解决有的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自然别人也愿意接近他 其实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爱跟千千君子来往 而厌恶跟小人打交道 所以说 做人始终要记住 想要拥有好的人缘关系 是需要你认真经营的 会说一些夸赞他人的话 赞美别人 生活中情商越高的人 就越能轻易得到别人的认可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他懂得夸赞别人 自然别人也会对他产生好感 在人的心性中 都希望自己得到别人的认可 以及不吝啬的赞美 这会让他增加对自己的自信 要知道 每个人一生 都会遇到很多层出不穷的问题 因此 也会造成一个人 对自己价值的不认可 也就是说 会缺乏自信 假若此时的你 能够去鼓励他 赞美他 对于他来说 无异于雪中送炭 给他的内心送上了温暖 如果你此时打击他 那么他的情绪无疑很失落 自然对方也不会去感激你 假若在他危机的时候去夸赞他了 别人也会感激你 同时你在人群中的声望 也会水涨船高 人缘越来越好 为了长寿 古代皇帝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现代各种家庭 医疗器械和保健药品不断流行 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愿望 希望健康长寿 戈尔顿说 最穷苦的人 也不会为了金钱而放弃健康 但是最富有的人 为了健康 甘心情愿放弃所有的金钱 又学穷林中说 百岁约上寿 八十约中寿 六十约下寿 要想长命百岁 除了先天遗传因素外 后天的生活习惯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十大长寿习惯排行榜第一名 你绝对想不到 世界公认这十大长寿习惯 你做到了几个 第十名 多吃蔬菜蔬菜 是钾 钙 煤等矿物质元素的重要食物来源 钾是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 非常重要的矿物质元素 膳食中足量的钾可提高 机体的应激能力 过多吃蔬菜 对改善细胞代谢 提高体质有帮助 蔬菜中的纤维素 能有效促进肠与胃的蠕动 同时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增值 如促进排便 减少有害物质在肠内停留时间 等于改善肠道功能 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 含有大量植物化学物多元分 植物雌激素 硫化物 活性多糖 番茄红素 叶绿素 生物碱等 对促进人体健康 对预防某些慢性病 如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骨质疏松 重症等有很大帮助 第九名 平时少吃红肉 红肉一般指的是 牛肉 羊肉 猪肉 和驴肉等 红肉中大多是饱和脂肪酸 长期过多摄入会加重心脏循环负担 研究还发现 红肉摄入量最多人群 比摄入量最少人群 患肾衰竭的风险高40% 还会增加肠道疾病风险 亦引起癌变 平时少吃红肉 多吃白肉 禽肉或鱼肉 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 第八名 多做一些家务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布法罗分校的研究人员 在分析了6000多名 63至99岁的白人 非洲裔 拉丁裔美国女性后发现 每天从事30分钟叠衣服 拖地等家务运动的人 比那些基本不运动的人 死亡风险要低12% 看到这 估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一脸问号 家务真的能强身健体 甚至延年益寿 其实相关的研究早有不少 而且结论都出奇的一致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在对17个国家的13万人 进行研究后发现 每周做5次家务 每次半小时 可以达到健身效果 甚至可以使死亡率降低28% 第七名 每周走7小时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行走可以活跃人体5%的血流 运动至少50%的肌肉 每天坚持 步行一小时 可以疏通血管 打开经络 增强肌肉力量 最重要的是 还能提高免疫力 帮助稳定情绪 寿命也会自然延长 根据研究表明 每天坚持步行30分钟的人 可定义为身体健康的人 研究发现 走路可以降低 50%一线癌的发病风险 可以降低 12%乳腺癌的发病风险 走路可以降低 30%关心病 心脏病的发病风险 此外 一天走路一小时 可以降低50%的 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第六名 多和别人聊天 事实证明 长期独居的人患孤独症 抑郁症等 心理障碍的可能性较高 有空到左邻右舍 或老朋友家里坐坐 侃侃倾诉肺腑之言 对调节情绪 开阔胸怀 增强机体免疫能力 大有益处 增强自信 聊天可以展现 老人的特长爱好 找回以往的自信 趋病强身 走亲串门 寻朋访友 少不了不庭院登楼梯 活动了四肢 放松了筋骨 也解除了精神上的疲劳 如果人在病中 有老朋友探视 语言未借发挥的作用 甚至能超过药物 第五名 多笑笑当你咧嘴笑的时候 身体内部正在发生这些变化 降低压力激素大笑一次 可以使人体中的皮质醇 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这三种压力激素水平 分别降低39% 70%和38% 促进血清素分泌 微笑可促进脑部血清素的神经壁质分泌 而血清素恰恰可以减少烦躁等负面情绪 提升愉悦感 使人感到快乐 刺激免疫 系统效可以降低人体的炎症水平 并提高K08细胞免疫细胞的一种 在抗病毒、寄生虫、肿瘤等方面 发挥作用的活性 因此 效有助于增强机体免疫系统功能 保护身体免受疾病侵害 疼痛阈值显著增高 效可以缓解疼痛 原因在于 效能够促进人体内肺态的生成 这是一种天然的阵痛剂 增强了我们抵抗疼痛的能力 在遭受疾病折磨时 设法让自己开心一点 或许就没那么痛了 血液循环得到改善 人在效时 器官的血流量增加 血液循环得到改善 另外 大效还能起到扩张血管 提高脑弓血 降低血压的作用 堪称天然降压药 第四名 每周至少吃一次 对于鱼肉中富含大量蛋白质 卵磷脂 维生素 以及多种矿物质元素 一 保护心脑血管 鱼肉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抑制血液中血小板的聚集 有效降低血粘稠度 有助于保护心血管 并能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关心病或心肌梗塞等疾病 鱼肉中也含有丰富的美元素 这种营养元素对心血管系统 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二 抑制鱼肉富含磷脂成分 可直接作用于脑细胞 有助改善大脑功能 提高思维敏捷的能力 鱼肉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促进神经系统代谢 改善老年痴呆和思维能力下降等症状 三 提升免疫鱼肉 含有大量蛋白质 氨基酸等成分 亦被人体 吸收 有助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 防止身体受到细菌和病毒侵袭 第三名 作息规律 很多百岁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习惯 那就是作息规律 每天早睡早起 中华圣贤经有雨云 早起三光 晚起三光 清晨的一切都散发着生命力 一大早起来 天是蔚蓝的 风是清凉的 鸟叫着 花儿笑着 小草也在风中轻轻摇摆 杨石秋说 早起让我看见生活 贪睡的人错过的不只是那两三个小时的时光 而是向世间万物致敬的机会 第二名 经常晒晒太阳 适当晒太阳 可以帮助机体 获取所需的维生素地 促进钙 磷的吸收 有利于儿童生长发育 可以预防小儿勾楼病 软骨病等疾病 老年人晒太阳 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 太阳光中的紫外线 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可以增加吞噬细胞活力 加速新陈代谢 调节中枢神经 增强机体免疫力 预防皮肤病 此外 晒太阳可以刺激骨髓 制造红血球 从而预防停血 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表明 维生素地含量低的人 患心脏病 心力衰竭 中风的风险更高 多项研究也证明 在紫外线不足的冬天 患心肌梗塞的患者明显增加 适当晒太阳 有助于维生素地更加活跃 减少体内炎症 有利于血管健康 第一名少生气 生气作为一种消极情绪 对人体的损伤 不可谓不大 平时气出癌症 气短寿命的事件 我们也听过不少 有些人脾气一上来 便怒火冲天 乱气一通才舒服 但其实 生气是很伤身的 那些脾气暴躁 喜欢生气的人 非常容易受到 某些疾病的侵袭 生气的威力 到底有多大 气出肺病 所谓怒泽气上 生气时气火寻精上腻 肺脏受伤 可以出现胸鞋部胀痛 咳嗽 面部发红 甚至呼吸急促困难等不是症状 中医称之为 木火行精 尤其是对于已经患有 慢阻肺病的人 有非常剧烈的情绪波动 例如生气 就可能会引起 慢阻肺病的急性发作 气出心病 生气时心脏负荷突然增加 使心肌收缩力增加 心率增快 致使心脏的耗氧量增加 心脏对血液的需求量 也会跟着增加 心脏需要加倍工作 而一旦心脏血管的攻血 不能相应增加 就可能引起心率失常 心脚痛 甚至是心肌梗死 据统计 临床中约10%的心梗 是气出来的 即使身体健康的人在着急 紧张 生气 激动时 也会出现血压急剧升高 心率加快问题 这可能导致血液凝固 引起血管损害 气出肝病 肝性喜顺畅豁达 生气则会导致肝气愈结 心情抑郁 漠然不乐 长期以往会导致烦躁易怒 头晕目眩 两斜账闷不舒等不适 现代医学认为 生气时 人体会分泌一种叫儿茶分案 的物质 这种物质会促使血糖升高 脂肪酸分解加强 血液和肝细胞中的毒素 也会增加 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位心善之人在深夜回家时 不慎踩到一个东西 脚下传来呱唧一声 他越走越不放心 回想起刚才的响声 总觉得像只青蛙 于是一整晚 他都心神不宁 担心自己杀了生 彻夜难免 第二天天一亮 他急忙去找青蛙的尸体 可找来找去 也只找到一根被踩点的茄子 这时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担惊受怕 一整晚的东西根本不是青蛙 而是茄子 很多时候 人之所以痛苦烦恼 就是因为像故事中的人一样 执念太深 原本一笑而过的事 却由于牵挂太甚 久久不能忘怀 于是越想越复杂 原本随口一提的话 却 由于想来想去 疑心越来越重 痛苦也就随之而来 可见 让我们痛苦的 其实不是外界 而是我们过于执着的心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越执着就越痛苦 男士说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在拿起和放下间交叉错分的过程 拿得起放得下的叫举重 拿得起放不下的叫负重 一个人之所以心累 痛苦 往往并发于内心的执着放不下 倘若是人能够彻底明白了放下的道理 那么余生才会真正成为一个有大自在的逍遥 放得下难 难得放下如此烦恼 同生男士说过 你的烦恼痛苦从何而来 皆起源于你的妄知 唯有放下才能清静自在 然而有些人就这般愚痴 要你放下 却偏偏放不下 等自己想放下的时候 又难以放下 如此一来 执念不减反增 又多了一个妄知放下 所以说 放下难 难放下 而这也便是烦恼从生的病根所在了 曾经看过这么一则故事 有一人在一山路上行走 结果途中不幸失足 不过好在 他及时抓住了一棵挂在悬崖边上的树干 这才没有立即跌落悬崖 于是惊魂未定的 他便连忙开始呼救祷告 希望能够有人出来拯救自己 而此时刚好有一位僧人从旁路过 听到呼救声后 他闻风而至于 是对对方说 你放手吧 我伸手拉你上来 然而 对方却不敢轻易放手 生怕自己跌落下去 僧人又问了他一遍 你不放手 我如何救你 那人犹豫再三 却还是拒绝了僧人的要求 于是僧人叹息道 你不放手 那么谁也就不了你 说罢便转身离去了 而那个始终不愿放手的人 也是因为体力不支 最后还是难逃跌落悬崖的命运 很多时候 困境往往不是因为太难 所以才解决不了的 而是因为自己内心过于执着 没有自行解救的意愿 延误了最佳时机 所以才会感到困难无比 烦恼丛生 这就如同现实生活中 我们有些是放不下 最后耽搁的是自己的经历 有些人放不下 耗费的也是自己 自己的感情 这就是为什么 难是说放不下痛苦一辈子 放得下轻松一辈子 而当枷锁打开之际 那你便就是在为自己摆脱焦虑 规避失败和痛苦 把放下是做营造通达人生的诀窍 那么一念放下 便是一念自在 念念放下 人生便到处都是良辰美景 大好时节了 二万元放下自逍遥 好事坏事如守心守背 皆要放下 学会放下那些坏事 人心本善 在生命之初 我们接触到的 大多都是善良积极的一面 父母的无私奉献 兄弟姐妹之间的帮助与关心 以及朋友的真心陪伴 而人随着经历的增多 见识了更多更大的圈子 也会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司马迁在 基里写道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本就是利益的交换 当自己身陷困苦之中的时候 所谓的朋友开始远离 自己也情有可原 能够看清楚生活中的这些真相 可以让自己在遇到的时候 不必过于纠结 不必苦苦纠缠着过往 而迷失了自己的心 别让一丁点的坏事 破坏了生活的美好 学会放下 不沉溺好事 人生的旅途中 总会遇到让你身心愉快的事 可能你赢得了一块奖牌 可能你的身后 有无数人在追随 于是你开始骄傲 开始大肆炫耀 在你的眼里 似乎你就是上帝 你太沉浸于你的优秀 忘记了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其实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放下你手中的荣耀 忘却你身上的光芒 正如范仲淹所说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世间万物 都值得你去思考 单单因自己的成就 就过分自满 会继而太看重自己 当然 好事是值得人喜悦的 这会让人有幸福感 可过度自信并不可取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成功 会归结于你的自信 而你的失败 却会归咎于命运 太沉溺于自己的成就 你会变得自负 你会看不到别人出彩的一面 久而久之 你将不再从容面对你的失败 生命是在不断前进的 当自己过度沉溺于自己的成就时 会逐渐放慢自己的脚步 会放松自己的警惕 会让骄傲自满的情绪溢满周围 学会放下你的自信 不沉溺于好事之中 平静地对待生命中辉煌的时刻 你会享受另一份美好 毕竟每一个当下都有它的意义 三 不执着于得失 有道是心如工 画师能画诸世间 世间就是内心的一面镜子 人生苦乐与否 都在一念之间 执着于一时的得失 带来的就是难熬的折磨 有人采访全欧洲马拉松 长跑冠军菲利斯时问 你这一生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 大家都在猜 可能是家人 朋友 或是教练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答案竟然是一个小偷 原来 菲利斯从小家境贫寒 因为住不起校 父亲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 给他买了自行车上下学 有一天 小偷偷走了车子 可家里已经 没有能力再负担一辆自行车了 菲利斯并没有维米不振 而是选择跑步上学 每天都要跑十多公里的路程 就这样连续跑了三年 菲利斯的体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很快就被导师推荐 参加了马拉松比赛 从此一举成名 当下 让你感到困扰的 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结果 总有人对得失看得太重 于是身陷名利的牢笼中 不可自拔 给心灵靠上枷锁 人生你能看开多少 痛苦就能离开你多少 老话说 心随静转则烦 静随心转则悦 对人不多心 对事不多虑 凡是舍得开 也放得下 才能活得开心惬意 心这个字统共三个点 个个都蹦得老远 就是告诉我们 你越在意越 执着的是 往往也离开你 最快放下这颗执着心 不强为 不妄为 方可得大自在 老子说 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或之所福 常人害怕失去 斤斤计较得失多少 烦恼由此而生 其实 失去看似是祸 却未必是祸 当你失去一些事 总会换来一些奖励 滋润往后余生 有一位少年 因为交通意外 失去左臂 他毫不气馁 拜一位师傅 学习武术 他师傅告诉他 你只有一条手臂 所以只能学一招 少年把这一招 练得炉火纯青 不久之后 他就要参加比赛 他内心坠坠不安 没想到他一路 披荆斩棘 杀入决赛 决赛对手 经验丰富 他打得很 艰难关键时刻 他再次使出那招 成功把对手制服 赛后师傅告诉他 你练的那一招 唯一的破解方法是 抓住左臂 而你没有左臂 失去或许很痛 但与此同时 上天也馈赠了你礼物 得失随缘 所有的失去 都会换一种方式回来 生活中很多人的痛苦 其实是执着带来的 当你特别执着一个法的时候 闻思修行都不容易成功 不要说我们当年龙猛菩萨修本尊很长时间 没有献钱 最后本尊献钱时 龙猛菩萨问 为什么我修了这么长时间 您都没有献钱 本尊告诉他说 你对一个瓶子特别执着 后来因为这个瓶子打破了 此后你对他的执着消失了 我才显现 因为执着始终障碍你 有些人修本尊等法门时 一直没有感应 也许就是源于对其他法的执着 比如说世间的财富 名声 人等等 对家人的执着也一样 但又显现 不会对你有这么大的障碍 蒂诺巴尊哲也说 显现不束缚 执着才束缚 比如说 我有很多财物 如果去执着它 这个执着就会对我很有影响 如果我没有太多财富 但是哪怕我有稍许执着 也是一样